回來黃毓民頻道第二節,玉敏有少少要事前身, 待會回來,不要緊。 剛才講到高鐵撥款審議問題, 有些聽眾問, 開到星期六都不行, 那是否星期日又禮過呢? 首先要跟網友講一聲, 因為大家可能要預時間, 星期日就應該不會開會了, 因為立法會的開會, 就要預早定開哪一日, 還有財委會有個規矩, 你開會定了幾點, 開到幾點呢? 因為基本上每一節是兩個小時, 那你可以定幾多節, 兩節或者三節, 譬如星期五我們定了開三節, 星期六當初保皇黨那些, 就建議每日都開十二個小時, 星期六日, 不是啊, 有一個想建議開通宵的, 但是這個要預早定, 譬如你定了, 星期六開足十二個小時, 那你定了的話, 就可以開十二個小時, 最多加多十五分鐘最後, 但是最後的決定, 星期五就只開六個小時, 星期六呢, 原本是只開四個小時, 那很大機會呢, 就開多兩個小時, 即是開三節, 那你最多呢, 譬如, 頭尾十二個, 頭尾十二個, 那你最多加多十五分鐘, 最後呢, 那你加起來就是十二個半小時, 那你開到星期六, 大約三點半左右左右, 其實這個問題呢, 在上一次, 即是上個星期五到尾的時候, 就討論過的, 我當時記得咬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會議可不可以無限期, 開下去, 開到有結果, 投票為止, 就是不行的, 不行的, 你可以預早定下單, 譬如你作為主席呢, 我可以定星期六開十個小時, 星期日開十個小時, 星期一開十個小時, 星期一開十個小時, 你可以這樣定, 但如果你沒有這樣定呢, 你現在開到星期六的三點後呢, 你就基本上要停的了, 那你什麼時候要再開呢, 就要擇日重賽, 所以大家朋友, 星期日呢, 就可以計劃去自己的活動了, 即是如果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禮拜六都談不了, 就很簡單的, 擇日重賽, 找個另一個日子, 那個例子, 我想多數都是禮拜五的了, 最大機會就是下個星期五, 大家辛苦就要來多一次了, 至於能不能夠成功, 令到星期六不投票呢, 社民連都說得很清楚了, 我們就會先問問題, 後動議, 不過我個人個人覺得, 我覺得隨著時間的推移, 其實這個, 將那個撥款投票的程序, 繼續拖下去的機會是相對少的, 這個看下個過程怎樣, 第一, 會議程序其實對我們幾有利的, 因為香港那個立法會的, 有關的會議規程, 跟外國的地方不同, 譬如有些議會, 可能有個機制, 就是當你討論一些事情, 到某個階段, 某議員就可以提出, 討論已經很長了, 我當然要求投票, 那就可以, 如果到時出席的議員, 超過一半贊成, 那就可以投票了, 但是立法會沒有的, 為什麼他當年沒有寫這段? 香港立法會沒有這個機制, 他沒有這個機制, 總之, 權就在主席那裏, 那個主席那裏可以不讓我問, 可以不讓我提動議, 但如果主席是給任何的議員, 提問題和提動議的, 其他那些議員不贊成, 或者是不認同, 他最多可以向主席投訴, 但是他沒有權, 透過大部份議員的共同的決定, 就阻礙問問題, 阻礙提動議的, 但我猜到為什麼, 因為在外國的議會, 很多時都用了, 這個Philip Buster, 這個方式去抗爭, 就為了防止這個, 所以有這個條款, 香港未試過, 所以沒想到這個, 所以香港過去, 第一, 沒有任何的議員政黨, 利用這個問題也好, 動議也好, 顯示不滿, 過去很多次, 問三輪問題已經好多了, 接著就投票了, 但是, 其實現在都問了三輪左右, 沒有, 計條那條數目, 今天劉慧卿都說了, 過去試過, 類似拉布的事情, 疑似拉布, 就已經被人轟了, 接著民主派朋友, 就一定要撇清, 我們不是教拉布, 於是拉布這件事, 就變成了一個負面的事情, 你明白嗎? 這是很可恥的, 我覺得, 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特別是在立法會裡面, 是少數派, 你竟然自己都會認為, 拉布是可恥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他們的意識形態就是這樣, 他們不懂, 他們不懂, 他們不懂議會抗爭, 第一, 他們不認同議會抗爭, 他們不認同議會抗爭, 他們不懂, 是不褻做而已, 大教, 全世界任何反對派都用這些手段, 不然也會有這個字, 台灣當年民進黨也是這樣, 你不要台灣, 你美國,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全世界的進步國家的議會, 你國會也做, 省議會也做, 全世界的文明地區的議會也做, 你告訴民主派的語言也不知道, 他覺得這樣是對不起選民, 公眾會不喜歡, 民意就會逆轉, 包括他們上次都不是很願意拉布, 很多時候, 你這頭也不是很願意, 結果拉布成功, 大家出去接受歡呼, 我覺得很可恥, 老實說, 我也是這樣, 我真的不是很想站上去, 講講講, 其實都沒有拉布, 上個星期, 我們出去的時候, 都是問了兩輪問題, 只是兩輪而已, 大佬, 是嗎? 如果有跟會議, 你發覺現在很多問題都糾纏不清, 政府還有很多料未拿出來, 我剛剛叫同事去查一些, 當年機場核心工程計劃的小組, 很奇怪, 立法會沒有這些紀錄, 你上次問了兩輪還是三輪? 兩輪, 兩輪而已, 我找回, 明天資料會更多, 原來會議紀錄沒有, 九幾年會議紀錄, 立法會沒有留, 跟政府去拿花, 問了兩天, 今天才來, 今天中午之後才來, 我們在查, 開了幾年會, 立法會那個機場核心工程小組, 開了幾年會, 我現在在查究竟開了幾多年, 開了幾多次會, 有幾多份文件, 大佬, 現在開了幾次會, 已經曹仙巴閉, 開了幾年會怎麼計算, 所以明天資料齊一點, 我會向記者展示, 當年開這麼多會, 很多是你保皇黨, 民建聯, 自由黨要開的, 大佬, 那時候怎麼計算? 明天那筆, 不厭其煩再問, 五區總辭, 現在去到什麼? 現在叫五區公投運動, 證明就是這樣, 現在, 其實我們1月27日, 即我們宣布了1月27日辭職, 其實不是那天辭職生效的, 因為1月27日是立法會的大會, 我們會在立法會大會上面, 五個立法會員, 三個社民聯, 兩個公民黨的立法會員, 就會在那個大會裡面, 就按照議事規則, 是吧? 即是, 要解釋, 即是我們那個辭職, 可能那個主席, 即我們要寫一封信給那個主席, 那就可能, 我們看看那個次序怎麼排, 我們就要每人發表一個演說, 不就定了, 幫主先行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要先行啊, 那就, 宣布, 即我們開完這次大會之後, 我們就會辭去這個立法會議員的職位, 要說開完這次大會, 不是, 你那天都開不了大會, 你說27日生效, 即是, 尤其是27日, 我們那天精彩, 27日, 我有條口頭質詢的問題, 就是問警察做什麼抓陳孝文, 大舊有一個動議辯論, 又抽到, 又抽到, 是吧, 接著我們又要發表演說, 那天我們, 先是你問問題, 接著就五個輪流, 有十五分鐘的演詞, 接著就動議辯論, 接著就到動議辯論, 為什麼這麼對, 你會抽到的? 是這麼對, 其實我很久之前已經放進去了, 很多次都抽不到, 那麼這麼對, 我都明明中有主宰, 有主宰, 這件事明明都有主宰, 即是歸納幾個月的發展, 有一點點, 但是, 其實現在市民認知的程度, 我每個禮拜每天都問你, 去到哪裡呢? 現在我們沒有做民意調查, 但是有些機構正在做, 那天我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陳家樂和陶君行, 第二天有分別接受很多電台的訪問, 陶君行今晚還有, 今晚就是阿菲哥訪問他, 我覺得, 無論陳家樂都好, 陶君行都好, 表現都很得體, 大家都對他們的論述都很清楚, 當然有些人對成敗, 那裏有些疑問質疑, 包括電台節目主持人, 最終在那裏聊, 我覺得, 我們只要統一一個說法, 這個基本上都不是一個問題, 接下來就是一些工作小組, 或者聯合委員會要做的工作, 又要馬上退行, 大舊就很緊張, 他很急, 他也是聯委會的成員, 我不是, 聯委會的成員, 我們社民連有四位, 那就是陶君行, 黃學金, 貴司傑, 還有陳偉業, 陳偉業是唯一一個五十後的, 其他三個, 就是一個四十後, 一個兩個三十後, 都是年青的, 為何現在說話那麼複雜? 跨年代, 然後他們那四個都是很年輕的, 陳家樂, 有一個都是五十後, 那五十後就是梁家傑的太太, 上次替Anson助選, 梁太太, 另外陳家樂, 還有余冠威和曾國鋒, 他們四個,